大家注意了 平面設計的殺手來了 今天要介紹這 Recraft AI 介面真是我用過裡面最好用的 除了那種讓人分不清楚非常逼真的照片之外 像是插畫、圖片什麼他都可以做 重點是之前非常多人都在問我 LOGO 要怎麼做 今天這集不就來了嗎? 你要做 LOGO 或是做商品什麼的都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 Recraft 真的讓 AI 應用這件事情門檻變得非常低 他在平面設計這方面真的非常新手友好 不管你是要做像量圖 LOGO 或是你要設計商品 超級簡單 那我們在開始進到他的介面好教學之前 我想要先稍微介紹一下 Recraft 跟其他的 AI 到底差在哪裡 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圖像生成 AI 非常厲害嗎? 好像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像是我們之前的 Mi Journey 教學 裡面就是會教大家如何生成非常逼真的照片 然後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 哇 好逼真喔 哇 真的看不出來耶 但是有一個超級大的痛點 就是如果你要一般人去真的生成一張照片的話 他會覺得不知道該從何開始 大家會覺得跟 AI 很有距離感 就例如說剛才找到 Mi Journey 或是 Foreshot 他們的 AI 功能 這兩種都是那種專業人士會比較有興趣 然後一般人會覺得說 哇 好複雜喔 然後就沒有一個動機去開始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呢 各大 AI 生成的公司 我覺得他們已經不是在比說他們的 AI 效能有多強 或是你可以生成多逼真的照片 因為每一間其實都差不多 現在的重點就是 比哪一間公司可以最快產出一個很棒的使用者介面 然後讓男與老少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最好連你爸媽都可以很快上手 那就真的可以在 AI 這條路殺出條邪路耶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教大家 如何使用 Recraft 來設計你自己的 Logo 還有自己的產品 當然呢 你也可以自己先準備好 如果你已經有現成的 Logo 或是現成的商品圖之類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丟進去 而且呢 重點是 Recraft 竟然免費耶 就是他現在呢 是每天會給你 50 個額度 而且如果還沒用過的話 使用我的邀請連結 還可以獲得額外的 200 個額度喔 那我們現在呢 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怎麼使用這個 Recraft AI 吧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注冊 他會問你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趕快回答完 然後他會讓你選方案這邊 你就選這個免費的方案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要商用啊 或者是你要有游泳權的話 我們最後會講一下這個部分喔 因為蠻重要的 那我們就是先從免費的開始 那一進來這個畫面 哇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對不對 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只是教學 這也是我非常欣賞他的一個優點喔 就是我覺得他的教學非常的容易懂 而且呢 你會馬上發現說他只有英文 對啦 他現在就是只有英文版這樣子 但是不用擔心 不用緊張 我們等一下都會帶大家走一遍喔 那如果你今天看得懂一點英文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看一下他的那個教學 其實就是非常簡單啦 那我們現在呢 先稍微介紹一下他的介面 他的介面呢 其實非常上Photoshop 但是比較特別的就是他的一份文件 有點像是一個白板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呢 其實就是在一份文件裡面 然後你可以無限的去生成 或是貼上圖片在旁邊 有點像是創意發想啊 或者是那種設計師在收集概念圖的那種感覺 就是可以無限的延伸出去 他不是像Photoshop那樣子 一張圖是一個文件的概念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最上面這邊呢 他是工具列 前面三個是AI的工具 等一下我們都會講到 然後後面的話是一些像是文字工具啊 或是一些畫圖的工具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有選取圖片的話 他這邊還會新增一些工具喔 像是去背啊 或是圈選的功能 他可以部分生成這樣子 然後再來看到左邊的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成工具 這個等一下我們在示範的時候呢 都會詳細的講解喔 然後再來看到左邊這邊呢 這個是圖層選取 這個圖層呢 就非常像Photoshop那種圖層 你可以把它關起來 或是打開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選取或刪除 那稍微介紹完他的格局還有介面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直接試看看生成LOGO的功能囉 那當然呢 RECRAFT的用途其實非常廣 像是圖片啊 或是插畫什麼他都可以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就是主要以示範LOGO製作為主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插畫 或者是圖片生成的話 就是可以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 你們想要看怎樣的教學 我就可以另外做一支影片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介面呢 我們先按左上角的這個首頁 然後你就會進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 大家可能會看到很多個這種綠色的圖片 它其實就是教學喔 那大家去幫我找到一個教學叫做 How to Vector Generation 它一樣是綠色的一個圖片 這邊我已經修改過了 那我們就點進去 那點進來之後呢 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個基礎教學 有空的話 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製作向量圖的LOGO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向量圖呢 因為簡單來說呢 向量圖它其實是用數學公式來畫圖 它不是用像素喔 就是一般固定的那種像素圖片呢 如果你去放大的話 它其實會整個跑掉 然後例如說你要印海報啊 或是印比較大的東西的話 效果出來就會非常慘 所以呢 LOGO 最好是做成向量圖 就是 Vector Graphics 才不會因為縮放的影響到畫質喔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示範純圖片的LOGO 還有文字型的LOGO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教學裡面開始生成沒有關係 像大家看到我這邊 已經生成了非常多個示範了 或者是你想要新開一個文件 全空白的這種文件呢 也沒有問題 首先呢 就是點左邊的這個IMAGE 然後把它拉到一個空白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左邊這個 AI 生成的工具 我們先來選模型 模型是什麼東西呢 它裡面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風格 例如說你要非常真實的照片呢 還是非常好看的圖片 或是插畫風格 都可以在這邊選取 然後呢 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一定要是在 Vector Art 這個選項下面 它生出來才會是那個向量圖喔 就是這個選項要特別注意 然後呢 我這邊推薦大家兩個風格 是我覺得做出來效果比較好 就是比較像 LOGO 會出現的那種風格 第一個呢 是在 Recraft V3 的這個模型下面的這個 Name Vector 應該這樣唸吧 Name Vector 它是比較 呃 強烈風格 也不算強烈風格 就是比較 可愛 然後沒有邊框的這種插畫風格 先用這個來試看看 接下來呢 在文字輸入這邊呢 就來輸入你 LOGO 想要的主題 那我們現在這邊先示範圖片型的 LOGO 例如說 我想要做一個蘋果的圖片好了 我就輸入 Apple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再擴充 例如說你想要怎樣風格的蘋果 例如說被咬一口的蘋果呢 還是上面有蟲的蘋果呢 你都可以在這邊自己修改 然後下面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選圖片的比例 那通常 LOGO 都會是 1 比 1 嘛 所以這個沒問題 那接下來下一個 這個 Tool Image 是什麼東西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一樣的條件呢 它會生成兩張不一樣的圖片 讓你去選擇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自己選更多的圖片 或者是你想要生成一張圖片 先試試看風格 試試看水溫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示範兩張圖片的生成的感覺 那下一個 這個 Christmas Size 它是為了這個月的聖誕節而出現這個選項的 你做出來的圖片都會有聖誕節的風格 那我們這個先不要選 而且呢 如果你今天有想要指定顏色的話 可以按這個顏色的按鈕 那你就可以去指定不同的顏色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不要指定了 然後直接來生成看看 那它會生成的時候呢 如果你想要一次做很多張圖片 然後不同的主題之類的話 你也可以繼續生成 就是不用等它 這樣 喔 好快喔 出現了 那這個呢 就是它生出來給我的一個圖片 那大家看到最下面這邊呢 它就是有兩張圖片 因為我們剛才這邊不是選 Two Images 嗎 它就有兩張不同的圖片出來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覺得另外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有一個背景色 那我們 Logo 其實就不想要這個背景色 那你就可以到左下這邊呢 有一個 Number of Colors 你就可以去減少它的顏色 去看看說它會不會自動去背 但是顯然是沒有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去背工具 這個 Remove Backgrounds 去背工具 點一下去 那如果你覺得它去背沒有去得很完全的話 你還可以再用這個 橡皮擦的功能 去把它的背景擦掉 那如果你不滿意這個結果的話 你也可以再繼續生成 那我會正義說 你可以直接複製這個檔案 然後再繼續下一批的生成 因為如果你在同一張照片 繼續按 Recraft 的話 它會覆蓋上一次的結果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既然都已經要消耗這個點數的話 你不如就是把舊的也都留下來 這樣你之後才可以去比新舊的差異這樣子 那下一個呢 我們來試試看文字型的 Logo 那文字型的話 這個模型我要改一下 我會推薦大家去這個 Recraft 20b 一樣呢 Vector Art 下面呢 有一個這個 Line Art Line Art 這個選下 Apply 那這個 Line Art 畫出來呢 會是這種風格 就它是只有線條這樣子 那順便講一下剛才我講的那個 Naive Vector 模型呢 這邊都是用 Naive Vector 做出來的 我覺得效果是我喜歡的啦 就是比較可愛的那一種 不過大家就是可以選自己喜歡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用那個 Line Art 來試看看 就是呢 我們如果想要它只寫英文字出來的話 我們前面就是要加這個 The Word 那我剛才試了蘋果 它好像也沒有辦法真的只寫蘋果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示範另外一個方式 可以強制它寫字喔 但是我們現在先用生成的方式來 讓它寫出字型的 Logo 那一樣按 Repraft 好 這樣子就是一個文字型的感覺 然後它有生成兩張不同的選項 讓我去選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那我最滿意的其實是這一張 這一張是 A 跟 M 然後我用的這個 下的指令是 Letter A M 就有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進來玩玩看 哪一種風格是你比較喜歡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如何讓它強制在指定的地點生成要的文字 例如說這個 Water 是偏上嘛 要如何指定呢? 首先呢 點空白處之後 這邊有一個 Fram 我們點這個 然後製作一個 1-1 的 畫好之後呢 我們按上面的這個 Text 再寫一個字 例如說 Apple 然後呢 我們把它拉到指定的大小 例如說我想要讓它生成在這邊好了 然後呢 我們來選擇模型 那這邊我們就一樣選剛才的這個 Naive Factor 試看看 它這樣子照理來說應該會讓字出現在指定的位置才對 喔 還不錯耶 出來效果還滿不錯的 當然我是為了要強調它可以指定位置才把這個 Apple 放在最上面 不然的話其實你可以放在中間 它就會寫在中間這樣子 然後一樣呢 你可以去調整它使用的顏色數量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去背的功能去把它背景消除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非常好玩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你換顏色喔 就是按這邊 然後呢 裡面就可以選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配色這樣子 超級方便 而且我覺得它 它裡面預設的顏色其實就已經非常好看了 那如果你不滿意這顏色的話 你還可以讓它隨機再跳出不同的配色 很不錯吧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決定要讓這個東西變成我的 Logo 的話呢 我就可以先按一下這個圖片之後 按右上角的這個 Export 裡面呢 就選這個 SVG 它才會存成那個向量圖檔 不然另外兩個 這兩個都是一般的那種像素的圖片 存起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到第三個步驟 也就是製作商品喔 利用我們剛才完成的 Logo 來製作相對應的商品 那首先呢 我們先一樣回到首頁 接下來呢 請大家去找一個教學叫做 How To Markups 就是我們要來打樣 那它那個圖片一樣會是綠色的 點進來呢 它一樣會是一個官方的教學喔 如果你有空的話也可以看看 因為我覺得它的教學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可以在它的教學旁邊呢 直接來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商品教的生成 我們先點空白處之後呢 選這個 Markup 它就會有一個紫色的框框把它移到一個比較空白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在這個輸入欄輸入你想要生成的商品 譬如說白色包包啊 白色T恤啊 白色褲子啊 或是白色水瓶之類的 或者是馬克杯也可以 我們來試看看馬克杯 那在我們把 Logo 丟進來之前 我想要再多一個帽子 商品照生成完畢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上面有一個橘色的框框 這個橘色框框是讓你用來生成圖片的 但是我們剛才已經做好 Logo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Logo 丟進來 好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拉進去 是不是超級簡單 就是它會自動去偵測說它的商品的形狀是怎樣 然後你丟進去的圖片呢 就會跟著一起改變這樣子 改變它的 3D 的形狀 超好玩的吧 很好玩吧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丟文字型的 Logo 進來 哇 好棒喔 它就可以直接印在上面 不錯吧 超級好玩的耶 商品照降出完成了耶 超級簡單 我們再試一個這個水瓶 我們再丟一個剛才做好的圖片 我們再丟一個剛才做好的圖片 我們說這個 把它丟進去 哇賽 太強了吧 好好玩喔 真的好好玩喔 一個河馬的水瓶 非常簡單就生成出來了 換一個比較簡單的圖片 設計產品超級簡單 以前我們要做這種 3D 的模型啊 商品照什麼的都很困難 現在 哇 有這個 Recraft 真的超級簡單的 那做完之後呢 你就是可以點這個圖片 就是點這整張圖片 然後呢 按右上角的 Export 這邊你就可以選 PNG 或 JPG 把它存起來囉 那我們可以再稍微玩一下它官方的教學 我覺得它官方的教學非常好玩 就是 像這個 T-shirt 的設計 它這張人的圖片應該也是用生成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需要 穿在身上的那種衣服啊 或是鞋子什麼的 你也可以先用生成的方式 生成一張真的有人穿的鞋子 或者是養裝 然後呢 最好是白色啦 或是比較素面的款式 然後呢 我們再把圖片丟進去 把它合成起來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已經準備好的商品照 或者是 Logo 的話 你可以直接丟進來 例如說現在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是我自己丟進來的 然後呢 我選它之後 按上面這邊有一個 Markup 的按鍵 就是 Convert to Markup 點下去 它就會開始分析你這張照片裡面的商品 好 分析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Logo 貼上去 我們來準備一下 不同的 Logo 丟進來 好 那這邊呢 我準備了三個 Logo 我們來試看看 不同 Logo 印上去有怎樣的感覺 就直接把它拉進去 然後呢 把它縮小一點 這個燈印這個蘋果好像有點奇怪 只是一個示範啦 就是示範說印上去的感覺是怎樣 那你就會知道說 喔 這個商品可能不適合印這樣子的 Logo 就也是一個蠻有幫助的方式 下一個 印看看文字型的 Logo 其實這樣子蠻好看 那種藝術裝置的燈球 好像不錯耶 所以這個呢 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它用的方式還蠻多種的 就是看你今天商品要自己生成啊 Logo要自己生成 或者是部分自己準備好的現成的圖片 你都可以直接套上去 然後在它的這個教學裡面呢 也有不同的示範 例如說這個飛機啊 你也可以直接把照片丟進去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去挑著它的大小 就是蠻有創意的吧 而且這個感覺也蠻適合用來製作梗圖的 例如說現在流行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貼到飛機上啊 或者貼到什麼坦克車上面 也算是另類的迷因製作器喔 然後另外這個也非常好玩 就這邊是一張羊的圖片嘛 然後一張去背的狼的圖片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拉進來 然後呢 就調整到適當的角度 它就會變成一隻狼羊 所以就還蠻好玩的 就是除了商用的一些 Logo 或者是用途之外 其實它也非常適合用來製作一些好玩的圖片 接下來呢 我們來進到下一個環節 也就是商用還有方案介紹 應該會有非常多人問說 可不可以拿來商用 或者是它的所有權是歸誰呢 答案就是你必須要訂閱 就是你有付錢給這個 Recraft AI 你才可以擁有這個圖片的商用權還有所有權 如果你今天是用免費的額度下去製作的話 你就不能拿來商用 或者是你也沒有它的擁有權 不過呢不用擔心 因為就是你訂閱之後 就算你取消訂閱了 你在訂閱期間製作的圖片 也都是歸你所有 那我們這邊呢 稍微介紹一下它的付費方案 它總共有三種付費的方式 首先第一個呢 是10塊錢一個月 10塊美金 它是基礎版的 那這個基礎版呢 其實你生產圖片 就可以歸你所有 然後你也可以拿去商用 然後一個月呢 就有1000個這個點數 1000張 1000個點數其實 大約就是1000多張的圖片 其實也算是蠻夠用的 然後它這邊就有說呢 你可以擁有完整的游泳權 還有商用的資格 還有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在付費方案之下呢 你生成出來的圖片 是可以私人隱藏的 就是你不會讓大眾看到 你到底生成了哪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免費方案的話 其他人是可以看得到 你到底在玩什麼東西的喔 所以呢總而言之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拿來商用 或者是你要拿去賣啊什麼的 你就是還是必須要付費才行 然後呢再補充一下 剛才這個10塊錢呢 是年繳 然後如果你是月繳方案的話呢 它是12塊 台幣大概是360 其實還ok啦 而且你可以生成1000多張 算是蠻ok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其實是 它的介面非常好用 就是如果你今天用其他的 AI也可以生成相同品質的圖片 但是我覺得這個軟體呢 我覺得使用起來是最簡單的 而且你要修改什麼的 它都非常好用 我自己覺得 然後呢它還有另外兩個方案 分別是33塊月角 然後還有60塊月角 它就是插在它可以生成的數量不一樣 一個是4000張 一個是8400張 所以呢 recraft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每天那個50張免費的額度呢 我今天已經是不夠用了 所以我就是直接買了這個10塊錢的 只是想說今天要做這個教學 還是付個費好了 所以呢 不知道大家在製作logo上面 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啊 或者是你覺得哪個功能非常好 也很會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心得 其實我還有非常多功能還沒有講到耶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用法的話 可以在這個文件的右下角有一個問號 裡面呢就有非常多的教學 例如說如何生成一系列的圖片 它都是同樣的風格 或者是如何把你的圖片 讓它變得更大張 製作你自己的風格 或是你要混風格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不同的用法 例如說製作類似的圖片 就是你可能生成一張圖片 但是你不太滿意 你想要稍微修改的話 它也是有這樣子的功能 還有像是部分生成啊 或者是用文字結合你的圖片等等 這些功能這邊都有介紹 所以如果大家還有想要看什麼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然後如果你要去註冊的話 也記得用我那個連結 它會多200個Credit給你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想要拿來盈利的話 也可以用付費的方案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呢 我覺得我自己用起來覺得非常好玩 然後我也會繼續研究裡面 有哪些好玩的新功能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都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